三位老师好 24位女嘉宾好 我叫吴凡 来自甘肃五威 今年25岁 然后现居重庆 本嘉宾由世纪家园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阵蛋糕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我出门在外 能让我说了算 你看这个就这么耿直 我说了算 四号 请问男嘉宾是有一点点 大男子主义倾向吗 并不是 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点好面子 就是希望女朋友在外面 就是表现得出很温顺 然后听你的话那种样子 就是不要搏我面子就OK了 如果说是很温顺的话那更好 他倒是一点都不藏着 如果说这个是在外的话 在家呢 在家的话我肯定是听他的话 因为我还是属于 爬耳朵的那一种 这样一听起来就没有什么毛病 你在外面给我面子 我回家都听你的 是的 24号 那你介不介意就是很不真诚的这种敷衍呢 而不是那种非常真诚的 我们俩互相讨论 就谁说的对谁说了算 真诚是最主要的嘛 你不真诚是看当时是什么样的场合 你说了什么样的话 如果说是我不在乎这点小事的话 那就无所谓了 李慧慧 你好男嘉宾 您说的这一点 我希望在外能让我说了算 那你跟你以前的女朋友 是有做过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很糟糕吗 有一点点嘛 就是当时朋友几个一起吃饭嘛 然后我说了一句话 他当时是立马去反驳我 就是怼我 就让我处于一个 比较尴尬的一个场面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你有没有回去跟女朋友说 今天你这句话让我有点不舒服 有 那后来你女朋友怎么说 我女朋友就说 那你当时说了那句话 我就想怼你 你能怎么办 然后我就没办法 在社交场合当中 我们也经常有工作局 或者有朋友局 假如你出来来了一个女生 什么事情都以为你说了算很闲 会坐在旁边一声不吭 然后你滔滔不绝 我们会觉得这种人 以后工作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因为他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 他不一定会很尊重合作伙伴的意见 所以有些时候 你可以听听别人的想法 黄老师说得对 我刚才想帮他说一句话 他没有要一个女生 唯唯诺诺诺跟在后边 只是说我在外边的时候 你要给我点面子 对 仅此而已 你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 给我一点面子 我觉得要求不过分 对吧 懂我 这个男生是不是大男子主义 我觉得你们都已经感受到了 第二个 我不希望对方介意我一激动就跑步 我觉得这个比刚才那个还可爱 他就是阿甘 知道吗 阿甘一难受就跑步 从西海岸跑到东海岸 所以当时你的前女友在饭桌上怼了你一句后 你是不是像箭一样的就飞奔出去消失了 你就从大西北跑到了大西南 从武威跑到了重庆 跑到重庆了 6号 男嘉宾你好 假设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 那就是情绪很激动 那你会边跑边跟我吵吗 你不一定跟得上 对 我就想我体力肯定跟不上 那我就说那就冷战算了 那你也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 我觉得你的想法挺好的 就很独特 如果说是有条件的话 我也想这样 哪样 冷战 不会的 我知道 我有解决方案 你们两个如果吵架的话 可以在旁边放一个跑步机 然后他边跑 然后边和你吵 好 漂亮 等会儿 我们先捋一下 你说的激动是指 这个是根据我的心情 他也就是包括 但不屑于跟女朋友吵架 是这意思吧 对 你们不要把他的激动 就紧紧理解为和你吵架 对 下次女朋友跟你吵架 然后你就说我必须得跑步 但我只能围着你一个人跑 因为你是我世界的中心 因为你是我世界的中心 学到了 学到了 这么一说谁还会跟他生气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